好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三句境界南德文 三句境界南德文 今以无量聚之节 读诵受词亦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与且菩萨戒本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年友大家奥美多佛 请翻开戒本 第四页 我们看甲医 当历听闻菩萨苏坦南藏即以解释 即此菩萨苏坦南藏摩坦理家 随其所闻当请修学 那这一段是 因先至硕硕专递思维 先至硕硕来思维 这个思维 思维就是我起这个心锁 我们这个身口意 检查我的身口意 我受了戒以后 我的身口意 有没有合乎这个戒法的规定 所以你要常常去思维 戒法规定 什么是此事菩萨正所应做 什么是菩萨正应该要做的 这就是指作词 善法 我们正是应该要去做的 如果我们没有去做 那就犯戒 那如果是恶法呢 此非菩萨正所应做 这个恶法 那就是要止持 就止息他 不可以去做 恶法呢 不正当的 我们如果去做了 那就犯戒 就违背我们的誓愿 我们要 我们要发动 我们的私心锁 我们要积举善法 援念一切的 有情无情的众生 我们都要积举善法 所以一开始呢 这个 一个人生的鬼犯 在世尊的教导当中 他一开始你看 七佛内教界 诸恶莫作 众善风行 先分开 善更恶 什么是善 善的我应该做 善的不可以去做 所以 这里呢 要抉择分明 那善跟恶的抉择 不可以用我们凡夫的想法 善恶的抉择呢 我们凡夫的意见很多的 每个国家 每个种族 每个习惯 风俗都不一样 这都不一样的 所以善恶的标准啊 这个 凯定的准则呢 要用圣人的标准 所以你看印度以前呢 六十二种外道啊 他们在比对很多思想的时候 很多种思想呢 每个人讲的方法都不一样 对人生呢 的来龙去脉也是不一样 所以不管是很深的 很悬而上的 或是乃至形而下的 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看得到的 不可以看得到的 其实那个善恶的标准啊 各个宗教都有很多种讲法 我们要思维 那些讲法呢 最正确的 最正确的 只有佛 只有圣人所讲的才是正确的 所以 我们如果没有呢 从圣人 圣人一开始讲 善恶的分别呢 就是在戒律 在戒律 所以你们看最简单的 沙道淫妄 九 最简单的就是说 他把这个呢归类了 然后再来维系的 越来越维系的 五界是最个大基本 再来八界 十界 比丘 比丘尼界 再来菩萨界 菩萨界也是很维系的 因为他到了我们的心 所以他的规矩呢 只有圣人知道说 这里哪边是大善 哪边是大二 不是我们自己反复去 设那个标准的 所以一定要呢 常常去思维 我应该要按照呢 世尊所教导的 好 那所以啊 这个 受了戒以后 那我们要呢 好好去呢 思维 什么是可以做的 要去抉择分明 所以这边讲 既思维仪 既然我这样呢 思维啊 那前面是 你怎么知道说 可以做 哪边不可以做 哪边不可以做 你怎么知道呢 你要先听文 你要先听文戒法 所以前面要先有文慧 再来要思慧 文思修 所以这边呢 就讲思慧慧了 既思维仪呢 就是我们抉择了 这是指我们的思维的 我们用善心所呢 去抉择 这个善恶呢 有时候还是烦恼的 我要做一件善事 其实我可能也会烦恼 我要做一件恶事 那更是烦恼了 那个烦恼就是 它本身是 会扰动我们的 而且呢 是会呢 让我们啊 产生一个业果 所以善乐会结一个业果 但是我们现在 要做善事的时候 当我们思维 这是圣人所制定的 而且是 合乎善良风俗 而且是合乎我们的 世间的常规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这是对的 就把我们的 不自在啊 那个烦恼呢 慢慢去转掉了 所以我们善恶 其实还不是真的的无漏 无漏是没有烦恼了 但是你如果没有善 一定有烦恼 因为你没有善一定是恶 不然就是无忌 无忌就是在睡觉 睡觉你也会烦恼 帮你睡一整天看看 保证你呢 越睡越昏沉 越烦恼 不晓得要干什么 所以无忌也是一种 不对的地方 恶更是烦恼了 因为它会结恶果 那所以只有做善 那要做善 它就会减少烦恼了 减少不自在了 因为善会得到可乐的结果 快乐的结果 然后呢我们从做善 知道这是圣人的方向 所以从善法当中 从善法本身有时候我们还会烦恼 但是它已经减少了很多了 所以在把善法的有肉 我们一直在检查思维 这是圣人的方向 就会把烦恼呢 转成没有烦恼 所以从善法呢 才有办法趋入无肉业 无肉业是圣人的业 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才有办法解脱生死 才有办法成就呢 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 所以我们呢 这样思维呢 对 我应该要这样子 我如果不做善法 一定是恶法 不然就是无忌 那也是烦恼啊 我虽然做善事 好像也有点烦恼 因为我们还是凡夫 但是我会减少很多烦恼 所以我还是要做善事 当我做善事的时候 我在思维佛讲的敬意 我们有哪边呢 因为我们思维的知见 还有一些执着 再把它去掉 我们做善事当中 我们就会把它转成 慢慢转成无肉的自在了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呢 修行的方向 所以 然后呢 为成正所作业 然后呢 为了要成就呢 正所作业 这个我们所广积福德 智慧资良的善法业呢 都是为了成就大波捏盘的一个呢 一个资良 所以我们这样思维呢 我不需要烦恼了 我一定可以升天 我可以往升西方极乐世界 我可以呢 以后呢 我可以得到可乐可爱的结果 但是我不要执着它 因为我一执着一个东西 我就会又再起烦恼了 万一得不到怎么样呢 我又再起烦恼了 所以我又用圣人教我们的 不要再去执着了 我就这样去做 那可乐的可爱的 或是一定会让我们得到快乐的果报 是本来如此的 我不用担心 我只要担心 我的善法的功德 有没有合乎戒律 有没有合乎经教所讲的 我要无我相 无人相 我要不执着那个相 不取那个相 我只要去好好修学这个方向 这样就好了 这样才是我正所做的业 我广积福德 我好好去思维这个智慧 要成就我大玻璃盘的整个资良 这是我正所作业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自利利他 所以当请修学 我这样思维了以后 我就一直在前进了 所以文思修 这边就讲修会 我就一直在精进的 我就不会再觉得说 我这样好像被 被拘束住了 被戒律绑住了 没有啊 这里没有一个人绑住你 这里只有一个圣人的方向 引导我们说你要去这样子做 你要这样去完成我们自己 离苦得乐的一个目标 因为这里呢 不是圣人要求我们说 你要这样子做 你要这样子 要守戒律 要怎样 不是他要求我们的 是我们自己觉得 对啊 这样才有办法离开苦恼 得到快乐 所以我这样思维 这样一直修 一直修 一直精进 那这个是从戒法 从戒法里面 文思修 那还是不够 他又在讲 又因专利听闻菩萨 苏坦兰障 极以解释 这个苏坦兰障 就指修多罗 精 你呢 戒行戒相 戒行戒相来凯定的身口啊 身口的范围是比较大的范围 看得见的范围 但是还有比较小的范围 看不见的 更维系的呢 在精 在修多罗 所以你更要进修这个精障 苏坦兰障 就指精障 精障里面会在讲呢 怎么样修定 怎么样呢 把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心所 把我们的智慧 安立在什么方向 这个才是究竟的 所以只有戒律是不够的 一定还要有精 那修多罗呢 精有时候深入的地方 我们还不了解 所以你要看论 所以极以解释 极以解释呢 什么在解释精呢 极此菩萨 苏坦兰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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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 我们精 会用呢 摩坦里加 摩坦里加 就指论 就是 解释精的 那就是指论了 一般呢 论是在解释精 摩坦里加呢 也叫本母 就是论障 阿比达摩 那所以我们还要再呢 去听文修学啊 精论有关 深口意 维系的地方 所以戒律 先从戒律下手 整个修行的次第啊 我们先从戒律下手 下手了以后 你知道呢 大的方向 然后再从精论 再知道维系的方向 这样呢 整个呢 这个深口意的清净作业 我们都了解了 所以 这边讲说 随起所闻 当勤修学 当我们可以呢 阅读啊 精律论 按照精律论呢 凯定我们菩萨 深 口 意业 尤其是精跟论啊 意业讲的也很多 更维系了 戒律讲的呢 还没有那么维系 因为戒律比较重深口 菩萨呢 戒 他会讲到心 但是呢 还没有精论讲的那么维系 因为他要先讲出一个大方向 就好像我们讲啊 你要先讲出 我食衣住行 我走路怎么走 吃饭怎么吃 穿衣服怎么穿 先讲一个大方向 我说话怎么说 大方向好了以后 在里面呢 还有一个维系的地方 我们在经论会再更说明 所以这些都要 勤加以修学 要勋修串洗啊 那有些呢 这个诸法的比对 跟他微妙的地方呢 戒律里面也 很多都在这个大圣的经论里面 所以你没有修学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于学实地论呢 戒品里面有 但是呢 其他的地方 跟戒有关系的 引很多经 也都有相关的 所以通通要修学 所以这边就是劝我们呢 总说呢 要繁复我们的戒行 要呢 寄居我们的菩提之量 一定要善加以勤精进来修学 这是呢 总圈 第一段 其次再看第二段 甲二 正说戒相 那整个戒相 就是安利在这个六度 试色法 六度 布施词戒忍入精进禅经 那从这个重罪到清戒 就是从我们避免犯大的过失 到小的过失 乃至维系的过失 我没有讲到的 你就是到方向了 我把重的讲完了 轻的讲完了 有些维系的我没有讲到的 那你就善见在各个经论当中了 所以这是戒法 那是一个大纲 好那这边就是 正说戒相呢 乙一广名慈犯 先讲怎么慈 怎么慈戒 哪边是犯戒 那如果犯戒呢 乙二就讲怎么忏悔 所以先讲怎么样 他的开辙慈犯 再讲怎么忏悔 所以这是乙一 先讲慈犯 那慈犯里面再讲重罪跟轻戒 秉一先说明是重戒 丁一明是戒相 悟一标真明术 先看四条重罪 如是菩萨诸戒律已 有其是种他慎处法 何等为是 那这边就讲啊 说啊 如是呢 这个菩萨 我们先从凡夫位 从实性位的菩萨 开始起修了 这样呢 受完戒的菩萨 你应该要安住在戒的律乙里面 律乙 什么叫律乙啊 律乙就是防恶 防止我们的过恶 所以三聚境戒也都叫律乙 那这些律乙啊 所有的戒相戒行都有防非子恶的功能 所以叫做律乙 它有一个疑犯 你的身口意有个鬼犯 所以是律乙 那有四种呢 他慎处法 有四个呢 大的重罪 这他慎处法 他慎处 就是指这个重罪 我们应该要正念呢 战胜烦恼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理智啊 战胜我们的情感 结果现在被他人打败了 他战胜我们了 所以烦恼战胜我们的正念了 所以这个也叫做波罗一罪 也叫做弃罪 被放弃了 也叫做重罪 不容易忏悔 也叫做无余罪 就是死人了 死罪了 你没有剩下其他的善法了 那所以这里就是 我们要呢 以这个正念要战胜 这个烦恼 如果被烦恼呢 战胜了就变成他胜处了 这边只有讲到四条重罪 这四条重罪呢 我们讲说 因为他省略了 杀到淫妄 因为你要受瑜伽菩萨戒呢 他是属于剑刺戒 你必须要先受五戒 先受色律一戒 才可以来受瑜伽菩萨戒 所以一定要五戒以上的佛弟子 所以他四重戒他就省略不说了 那我们也可以讲说 七重罪啊 七重呢 他犯到这个 四条重罪啊 那比较难忏悔 杀到淫妄 那可是 这边的四条重罪 一切菩萨戒的四条重罪呢 他是可以允许你忏悔 而且在重受的 所以这边的重戒跟 我们原来 原来学到的四根本重戒不一样 所以另外举出来 所以菩萨戒的 这个重戒啊 尤其是余伽菩萨戒讲的重戒呢 他是可以忏悔的 纵然我们犯到这四条是重罪 那他也可以忏悔 也可以再重受 所以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重罪呢 我们要看说 你现在讲的是哪一个重罪 如果是五戒的重罪 就是四根本重罪 那如果是放满菩萨戒 那就有十条重罪 那如果是余伽菩萨戒的重罪 那他讲的是后面的四条重罪 所以这里呢 后面会再加以解释 所以这个重戒呢 在余伽菩萨戒 他就比较特殊 所以他叫他圣处法 也是菠萨一罪 那这里呢 我们后面再会再详细解释 好 那什么是四条重罪啊 何等为释 我们看呢 我们看呢 第一条 正名示众 物二 即自占毁他戒 第一条自占毁他戒 若诸菩萨 未遇贪求利养功尽 至占毁他戒 是名第一 他圣处法 那第一条戒呢 重罪啊 在余伽菩萨戒 他讲啊 若诸菩萨 已经受了戒的 在家出家的菩萨 你符合两个条件 就犯到这条重罪 第一个 为了要贪求利养功尽 第二个 并且呢 自占自己 赞叹自己 而且又 毁辱他人 这样你就犯到呢 第一条他胜处法 这条戒呢 的范园啊 有些范园呢 我们要参考其他的 这个版本 所以范围经的 自占毁他戒呢 他 有些地方 他会讲得比较清楚 他就讲啊 你如果是众生 众生想 第三 你有这个 赞叹毁辱他人的心 你为什么要赞叹呢 赞叹自己 为什么要赞叹自己 贪求利养功尽 希望这个利养功尽 都归到自己 那这样就违背我们的菩提心了 因为我们要利益众生 你怎么都只利益自己 我们说要 撑养别人的功德 隐瞒自己的得恨 不要一直彰显自己的功德 然后呢 讲人家的过失 所以这边呢 你赞叹 毁辱别人 不是呢 要利益别人的 所以这个利养都归到自己 那这样 第四个 你用来自己赞叹 并且啊 毁辱他人 赞叹什么呢 赞叹自己的种族高贵行业 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技能 自己的功巧名 自己的能力多高 智慧多高 这样啊 并且又毁辱他人 如果你这个缺一个远啊 就降一级罪 所以 这条戒呢 你如果 只有赞叹自己 没有毁辱他人 那只要 这样犯后面的清戒 第三十条呢 只赞叹自己 犯清戒 如果你呢 毁谤或是 毁辱啊 别人 那只犯清戒 你没有自己赞叹 你只是呢 毁骂别人 那你犯的是清戒 要两个都合起来 好 而且你目的是要利养归自己 所以这条戒是以贪心呢 来犯的 好 那其实也有开源 那这开源呢 后面呢 的清戒 会比较讲到 仲戒他就没有讲的 因为他仲戒呢 他要自战又毁他 所以 自己赞叹自己 那这个 如果是要撑养佛法 我们就赞叹佛法 或是我们要 撑养这个修洗这个善法的功德 所以我们就赞叹善法的功德 那这是不犯的 所以我们如果碰到外道啊 那我们呢 这个 毁气 毁入外道 外道讲的道理都没有 这个 没有意思的 我们毁入外道的道理 这个没有犯 所以后面的清戒 会再讲到开源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要了解了 那这里就是我们要了解 这里 这个自战毁他 是属于这个 方朗菩萨界的第七条仲戒 这边就是属于七八九十 他的七八九十 就是我们的一二三四的仲罪 好 那这个是第一条仲罪 那这个自己赞叹自己 又毁入他人 那这个 不可以去犯 不管是自己的宗派 自己的师长啊 或是呢 毁弃别人 这些呢 都避免去呢 常常去 这个 起这个烦恼 因为贪 是一个烦恼 就是为了自己的宗派 自己的师门 等等 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这个 是不对的 好 这是第一条 至战又毁他 犯重罪 第二条 我们看 己恶 迁徙 财法界 若不诸菩萨 献有知才 献兼惜故 有苦 有贫 无依 无户 正求法者 来献在前 不起哀怜 而修慧舌 正求法者 来献在前 献兼法故 所以献有法 而不己施 是明第二 他胜处法 那这条戒呢 他兼令 不给人家 财务 或是不跟人家说法 财务 或是法 法呢 是 讲这些呢 知识 智慧的 所以 这个菩萨呢 他现在呢 是有这个知彩 他不是没有 这个知彩呢 有经营 钱宝 古米 房屋 土地 他都有 杏呢 他的习性啊 监令 这个监令呢 就是他来 单着采法 不能够会舍 他来贪这个采法 所以有 碰到呢 有痛苦 这个苦啊 这个苦是指 盲农阴雅 盲农阴雅的人 来跟他祈求 或是有贫 贫就是他缺少的 衣服饮食卧具 医药 无医 没有依靠 这是指什么 孤苦伶仃 没有人呢 没有亲人射受他 无户 无户就是他年纪很小 年幼啊 若若呢 没有人 可以教育 养护他 那这些人呢 来求我们 钱财 这个赠求财者 这个赠 是指他如法来求 不是没有道理的来求 他真的是没有饭吃 饿了好几天了 没有衣服穿了 他已经呢 受伤很严重了 或是没有棺材 来埋葬他了 人家呢 来祈求了 或是这些呢 他的儿女呢 都没有办法 养护了 因为父母呢 意外死亡了 那这些都是 如法来求的 不是没有礼貌 不是没有道理的 来现在前 来到我们菩萨面前 我们没有起这个 哀脸心啊 来修这个会舍 来布施 舍财物给他 布施衣服 钱财 饮食 卧具 来照顾他 这是钱财 那正求法者 第二个呢 是法师 我们讲财师 法师 无畏师 那法师呢 正求法者 这个正 正就是他 是如理的来问法的 不是问难 不是无 不是知而顾问 不是来试验 来探问的 不是为了反驳你而来问的 不是不接受 故意来问的 如果刚才那些状况 故意来问的 为了反驳呢 自己知道了 又要来故意来问 你不回答没关系 这样不犯 结果他不是 他是真的是 有道理要来问的 这路怎么走啊 这个道理是怎么解释啊 这个是怎么样算法啊 那你知道 来现在前 你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所以现有法 现有法就是呢 与法啊 我们具足了解 能够宣说 我知道这个常识 我知道这个知识 我懂这个道理 我应该可以告诉他 那你要的经典 我也有 有正法的经卷 我堪能呢 布施给你 我不是不能 结果啦 我故意不给你 我没有起这个悲心呢 来射受你 这样呢 事明第二 他圣述法 因为我们监令 所以 奸洗这个财法 那这个也有开源的 这个开源呢 他仲介都省虐掉了 这个开源呢 后面讲到 人家来祈求钱财 人家来问法 我不给他可不可以 可以 有什么开源呢 后面会讲 后面清介就要讲 会有讲到呢 你要布施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以不布施 为什么 那这边呢 会有开源 比如说呢 我如果给他 他会再去造恶 或是他求的是非法的东西 或是呢 他犯的是果法 我如果再 户尺给他 让他吃 让他住 那我会犯果法 我不可以给他 我这样给他 没有利益 或是我没有东西了 我给他我也没有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 这些都没有犯 或是我不跟他来说法 那这些在后面清介 会再详细讲 那我们要怎么样布施 就在论典里面 什么物品 什么时候布施 这有些也有详细的 这个讲解的 在尤其是 其实你也有在讲 所以迹象是先遮止 我们要去掉这个监令的心 监令不给人家的心 所以在绿典 这个比丘尼界 就有一个托罗兰普比丘尼 人家来请他教授 怎么样读经 诵戒 学这个戒律 他奸细 他的智慧 譬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有智慧财产权 这佛都没有 佛都没有 说我有智慧财产权 所以只有我们凡夫 会这样子执着 有 结果这个托罗兰普比丘尼 不教人家 后来人家来报告世尊 世尊来说 要告诉人家 否则 你监令 你的法义 有五种过失 第一个 得身盲 以后你可能会 没有眼睛了 第二个没有智慧 第三 远离佛法 第四 有冤家 第五 不入圣位 乃至命中 堕三二道了 所以有些以前 三藏的法师 不跟人家讲法 后来就愚痴 愚痴了 后来再来人间就愚痴了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法 那要 世间的法 出世间的法 出世间的是戒定会 世间的是融工商 那当然就按照世间法了 当然世间法它会比较有执着性 它有它的规矩了 那既然它有它的规矩 商标权 智慧财产权 什么权利 那你就要照它的规矩了 照它的规矩了 可是你现在讲的是 人家 它按照那个规矩来的 那它求的是世间法还是 世间法你就照世间法的规矩 如果它是要来求的是出世间法的 出世间法的 那你就要用出世间法的戒律来跟它讲 所以世间法的规矩 世间法人家要 问我们 求我们什么财产 那就按照世间法的规矩 但是呢 你受了菩萨戒以后 你了解 出世间法了 出世间法 它能够再 让世间法 那个规矩呢 不会变成执着 我们世间法很多规矩 其实会造成为一种执着跟坚定性 贪着性 这是我的智慧财产 这是我的专利权 这是我的技术 这是我的秘方 对不对 那我一定不能告诉你啊 告诉你我就没 没钱可以赚了 在世间法是容许的 你用出世间法呢 再来把自己的奸贪 执着 再把它消除 你不一定要这样子 你看到你偶尔可以布施 我呢 布施 都没关系 把你的执着性把它破掉 所以这里一定要学习戒律 所以这边讲的呢 就是我们不可以奸贪 所以 财跟法 那有些开源在清戒会比较详细 再看第三条 好 称不受悔戒 那这是方法经的第九条 若诸菩萨掌养如是种类愤残 由是因缘 不为发起出言辩席 由分必顾 加以手足 筷石刀杖 拓达伤害 损闹有情 内怀猛力 奋恨意乐 有所违换 他来见谢 不受 不忍 不舍 冤贼 是名第三 他胜处法 这第三条仲介啊 就是我们称恨心 这称恨心呢 他人 乃至来忏悔呢 你都不接受了 这个称恨心是怎么样称恨心 是人家没有犯你 你自己起这个称恨心 你看他 很不顺眼 你自己起 他没有犯你喔 他没有犯你喔 如果因贵他人 武力犯我们 而起称恨心 那这是属于倾戒 因为他打我啊 他打我才起称恨 我才打他啊 那这样是倾戒 这样知道吧 这条仲介是 今天心情很不好 看到狗我就要打 今天呢 看到谁你就要打 这自己起称恨心 所以称不受悔 所以他就讲啊 若诸菩萨 掌养如是种类愤残 他没有什么姻缘喔 他自己呢 生出很多 掌养就是他没有对质 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那我们就要对质 我今天呢 很容易生气 我就要去想想 我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昨天睡不好 还是怎么样的原因 我要去对质 结果你没有对质 让他一直生长这个 这个不满的心 所以奋惨 这个奋啊 奋 就奋恨 这个 你看不顺眼的 你奋发就是很 很生气的 火冒三丈 这个残 把我残住了 绑住了 这是一个烦恼 我们被烦恼呢 绑住了 你就钻不出去了 尤诗因缘啊 尤诗因缘啊 不为发起粗言便喜 这第一个 你的异业 你的异业呢 你是起称恨心的 那你的口业啊 发起这个粗言 这口业呢 你要骂人家 或是要大声掌啊 这口业呢 你这样已经 已经呢 讲出这个粗话了 可是还没有办法止息 更加呢 这油分必顾 就是更加呢 又因为啊 你又愤愤被他蒙蔽的缘故啊 第二个 你前面的异业呢 已经呢 扰动了 被我们 发动 变成口业了 并且啊 再用生业 就生口业都有了 再用生业呢 起这个夹醒 用这个手啊 用这个脚啊 拿石头 拿刀子啊 拿木棍啊 来打人家 来伤害别人 损扰友情 所以你起这个生的恶业 来损扰友情 并且啊 内怀猛力 奋恨意乐 内心呢 又怀这个猛烈的愤恨 恨啊 我们说呢 这火山爆发就没有了 这恨不是 恨是细水长流呢 永远 永远记住你 这个恨呢 好像毒舌一样 里面留着这个毒 毒意啊 有一天他 他就要咬人家 所以恨呢 自己伤害自己也要伤害别人 所以恨呢 是很难过的 所以这个 对于过去的境界啊 他呢 铭记在心 他不忘记 这叫恨 所以这个烦恨就很深了 所以他怀着这个烦恨很深的意乐啊 前面已经是自己呢 去骂人家 打人家 打人家 口业呢 声业 意业 通通犯了 没有忍着你喔 结果呢 人家被你打了 所以这边讲啊 有所违犯 人家被你打了 他以为说是不是我 做错了 他来见谢啊 现在人家来见谢了 你也不接受 你也不忍 你也不舍冤谁 冤啊 冤恨 我们说冤跟恨呢 它合在一起 对于过去呢 的恨呢 这冤啊 冤是什么 恨是恨过去 冤是呢 恨你将来 这有点不同喔 我们说冤丑 冤丑就是我将来一定要报仇 所以这冤呢 就是要恨到将来我一定要报仇 所以他呢 不舍冤结啊 他从恨呢 过去结了恨 然后呢 他起了冤 冤就是 我们说冤家 冤家就准备呢 将来找到机会就要报仇的 所以这样呢 你还不舍弃 四敏第三 他胜处法 所以这里啊 这个 后面呢 十四条 十五条 十六条 如果人家打我们 骂我们 那我们菩萨呢 我们就生气了 你怎么乱打啊 要教训教训你 我也打你 我也骂你 这菩萨没有犯仲戒 他犯清戒 所以 仲戒是他呢 起这个称恨心 而且不接受人家的忏悔 那所以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他称心呢 不受悔呢 他没有对治他 所以才犯的 所以 我们不可以 起这个称恨心 再看 第四条 傍乱正法界 若诸菩萨 傍菩萨 傍菩萨障 爱要宣说 开示 建立相识正法 或至信节 或随他转 是明第四 他胜处法 这条戒呢 有时候叫 傍乱正法界 有时候叫 这个 在放晚菩萨戒 叫傍三宝戒 那一些戒呢 比较重视这个正法 比较重视法 所以他讲啊 若诸菩萨 我们说了菩萨戒以后 这傍 傍呢 就是乖背 乖尾啊 就相反 人家是有 你说没有 没有 你说有 就乖背了 人家到前进你说后退 就乖背了 所以你就乖背呢 就远离了 就讲相反的菩萨战 所以 傍 傍菩萨战就是 你呢 讲的不相称 不合道理 相反 相反的道理 爱乐 宣说 深深的爱乐 这意业 宣说是口业 口业呢 撑仰赞叹 哦 这个学说这个好啊 这个门派好啊 这样修很好啊 这个法门呢 这样理解是对的 你嘴巴还这样子呢 赞叹 开示 宣说开示 建立 相似正法 这个相似 这个相呢 也叫相啊 就相似的 看起来好像是正法 其实不是正法 这一条界呢 是最维系的 这个太虚大师 讲这一条界啊 说啊 这傍乱正法界 我们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啊 有些赴佛外道也好 或是我们呢 建立新的法门派别 很多啊 你都不晓得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念佛要这样念啦 才对啦 打坐呢 参禅 这样就是悟道啦 那这样呢 你修呢 一定会有感应啊 那我跟你呢 我跟你呢 证明啊 你已经呢 见到佛心 你已经开悟了 你已经是阿罗汉了 我跟你证明 很多派别啊 一定要有神通啊 一定要有神通啊 要有神通才是真正的正法 没有神通呢 这个表示他都没有修上去 你为什么要信呢 这样一听也有道理啊 所以一定要有神通才是对的 这叫相识 他就跟你讲阿罗汉也有神通啊 所以我们讲神通有什么不对啊 好像很对 你听起来都 好像也有道理 这里呢 一定要好好简别 所以相识正法呢 这边讲呢 或信解 自己相信 而且呢 自己建立这个宗派 这个宗派呢 是相识佛法的宗派 不是真正的佛法 或随他长 或是呢 你跟着他呢 去信奉这个法门 这个叫观音法门 这个叫做念佛法门 这个叫做参禅悟道的法门 都有喔 现在你外面看到的都很多 你也随他转了 这是什么宫啊 这是法轮功 这是什么宫 自己创造的功 这是你随他转说 这个事也是佛法 这是利益别人的 这个知见呢 所以我们说破戒还有 破这个戒还有救呢 破这个见就没有救了 这个见啦 这个见解啊 你认为说这个是对的 这没有办法救你了 这没有办法救你了 我们破了戒 破了仲戒 都还可以忏悔的 但是你破这个见解啊 正的见解你不学 你学邪的就很难救了 所以这边讲呢 不可以呢 随他转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等一下再讲 所以世民第四他胜处法 这个呢 是第四条磅乱政法界 所以你要学习的时候呢 要学习到减肥政法 减肥政法 先休息一下 下课